好久沒有跟粉絲一起這樣 好久欸 我覺得真的 因為我自己 這一陣子放假了嘛 然後回去馬來西亞一陣子 然後回來這裡看到大家就覺得好像 好幾個月都沒見到他們 而且在一起的時光很短 每次都很短 玩起來都非常的開心 然後盡興這樣子 你剛剛有提到粉絲有送我那個生意嗎 你自己有看過嗎 我自己還沒有機會遇到 不過他們很用心 幾乎每一天都會去 那個巴士站等那台巴士 然後拍照給我看 我真的有被他們感動到 你第一次說過像這樣的事情嗎 是 而且 會 會起雞皮疙瘩 因為覺得欸 我這麼大的 一個人怎麼會 到現在才遇到 這樣子的事情其實真的很蠻開心的 嗯 所以今天粉絲是不是都已經認識滿久了 跟粉絲都不夠有親密 就我在台灣這段時間 應該有兩年多了吧 嗯 遇到他們 然後我開始一個一個的去 記著他們的名字 樣子 然後希望在每一場活動我都可以看著他們 然後叫出他們的名字 就好像一家人的感覺 嗯 前陣子細沙吃了嘛 對 我就是回去馬來西亞休息一陣子 因為我覺得我好久沒有回去 見我的家人朋友 然後好想念 當地的一些美食 所以不知道我這次回來有沒有變胖 大家看到我 可能畫面上會比較胖一點 所以不管怎麼樣我覺得還是開心的啦 這是有吃很多嗎 回家鄉味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的美食 口味比較重啊 然後 而且椰漿也比較多 所以 吃的 沒有客氣 哈哈哈哈 台灣想念家鄉味的朋友嗎 欸 其實我在台灣蠻幸福的 因為我是一個蠻喜歡到處去吃找美食的人 所以其實台灣還可以滿足到我 然後 嗯 其實台灣有好幾家大馬美食館 就好像那個Toshbox啊 然後 金爸爸之類的 都是馬來西亞的美食 嗯 那現在這個經濟 你覺得的部分是已經確定了嗎 已經確定了 我已經開始就是 已經進入華盈餐廳公司了 嗯 所以是之前跟喬喬聊過這個事情嗎 沒有欸 其實我以前 在還沒有確定的時候 我有問過喬喬說 欸 你們公司 如何 之類的 但也沒有跟他多說 因為我覺得 還沒有確定的事情 我就不想跟他多聊 因為 這是我畢竟 畢竟是我自己個人的事情 然後 也不希望 變成 一個 新聞來 就是 就是大家來說這樣子 其實 那時候有聊到喬喬 就是說 拉攏我去華盈之類的話 我其實還滿 滿介意的 因為 因為不關他的事情 為什麼會扯到他這樣子 對 那進入華盈餐廳公司 之後有沒有可能一起再拍戲 呃 我自己還滿期待的欸 我相信粉絲朋友們都非常期待 我跟喬喬能夠 再度的合體 但我希望很快就有機會再 讓大家看到 呃 一飛鏈 在螢幕上 這樣子 嗯 之後的工作技術有什麼 可以做嗎 目前 就是有幾個 代言的拍攝要去完成 然後 呃 戲劇的部分 我們都在看劇本 還在 呃 就是 就是看說要 什麼時候 接拍電視劇之類的 嗯 還有幾個劇本在看 嗯 最近好有心如傳出這個婚姓 是 非常開心 已經收到時間了 還沒收到 不過已經 把時間留下來了 因為 非常開心 就是 啊 就是 結婚了 然後 很想要去 就是去見證這一切 然後給他送上最大的祝福 希望他們能夠白頭偕老 然後 然後 所以 會去 巴黎島嗎 很大的可能會去 因為現在在 呃 調整季的時間 會把他留下來 嗯 之前有知道他們 這個事情在一起嗎 之前知道他們在一起啦 就是 辛茹生日過後 就是 也有新聞報道說 他們在一起嘛 然後他們有公布嘛 那 那時候就知道他們在一起了 當然 收到他們的 婚訊 會覺得更開心 然後 就覺得 哇 我人生好像 又有 一對美好的人 這樣子 就是 成立這樣子 你自己聽到有嚇一跳嗎 這麼快就發生什麼事 嚇一跳啊 嗯 應該不會吧 因為 我自己本身也算是一個 會 散婚的人啦 所以 對我來說 這其實並不是什麼 太過 驚訝的事情 不過會覺得非常的感動 嗯 那自己呢 自己這方面 目前 先把工作做好吧 因為如果 能夠遇到有緣的人 或者是能夠在一起的 另外一半 我會 努力爭取 然後 也許有一天賞婚 maybe 現在很流行嗎 不是嗎 對 粉絲也可以接受 了解一下 我相信我粉絲們 都可以 接受吧 如果 我找到一個 很 就是 對象的話 你看 大家都狂點頭了